大家好 刚才出门之前 我跟我的老板的妹妹 她是教六年级小孩的老师 然后她跟她一个小孩的互动 在Zoom上面 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学校在Falbrook, California 然后她教社会学 就是社会学吧 然后他们就整整讲到中国这一章节 所以说她就想跟我 整整我是中国人 从中国来的嘛 她就说你跟我跟你互动一下吧 那我就跟她互动了一下 今天他们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地理 实际上我们的互动过程中 没有人小孩问问题嘛 没有一个就是关于地理的问题 然后前世问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们学在课本上讲的 其中有一个讲的非常有意思 问我一个问题啊 她说你故事里讲的 是说中国这些孩子啊 这个家里就是家长啊 学习最好家长呢 也不去表扬的 然后还说你 你并不聪明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 这样的词语 然后她就问我 这是真的吗 这些小孩问我 我说是啊 这是在过去的时候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呢 在这个 我们这个文化呢 是受很重受一个 孔子的文化 实际上就是要 modest humble 就是 就是我们要谦虚谨慎吧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所以说 我说的我们家长呢 就是都是这样的 过去吧 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学习再好啊 你再好的学生 家长不会说的 然后这个 就是在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还问我先生 我说在你小时候 怎么样 你父母亲怎么样 我先生是 可以说是 好学生的好学生 特别特别好啊 他在 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上这个 研究生 读博士的时候 他是研究生院的 整个 科学 科学系里头 就是所有的这些 医学啊 数学啊 物理化学 只有一个人得奖 他得奖了 他是好学生的好学生 我说你父母亲过去 对你 是不是这样的呢 他说 我父母亲也是这样 我父母亲也是 就是说 虽然我的兄弟姐妹啊 我的老师啊 都那么对我那么夸奖啊 他父母亲也不 也没有说的这样夸奖 但是我现在认为 他说 不 虽然不夸奖 但是并不见得 就是说 我不那个 就是 不这个 心里头 也是非常非常的 高兴的 对吧 做父母亲 他是非常高兴的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呢 就是 是这样 就是表面上 不这么说 但是心里头 还是对自己的孩子 非常非常的高兴 对孩子的成绩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但是文化也是在变化 就是咱们受西方影响以后呢 中国的文化也在变化 我们 现在这一代 下一代年轻人 已经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脚腕过正了 有的孩子 正是相反现在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 所以说的 然后他们就问我 他说你 我说的就是因为 这个西方的文化嘛 也在 在进入到中国 所以说文化在变化 那么他们问我 他说 那你是不是对西方文化 就是觉得 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呢 愿不愿意 这个西方文化给你们造成 我说也不是 每个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同样的文化 寻讨下 每个人的行为是自己 并不是说 光是这个文化 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要是说 这个都是这个文化造成的 这是不对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 所以说的 他这问题问挺好 然后还一个问题 他问我 就是说 他说 中国人 是不是吃生菜呀 是不是都吃煮的菜呀 他们课本上讲的 说这个 说这个 中国人都吃的 都是煮熟的菜 所以说的 我说不是的 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 56个民族 各种各样人都有 吃的什么样都有 所以说 每个人吃的也不一样 所以说的 这个跟他们 小孩互动的蛮好的 然后他就 我还跟他讲 我说这个 他们下一课呢 接着再讲就是 再讲就是说 要讲 孔子和 孔子和这个老子 然后呢 他们还 我再跟他们一起分享 跟他们一起互动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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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